大家好 牽著我們的蔡四映 在李佑昌市長的手 我們共同建議 讓基隆 總統蔡英文 金融市長李佑昌 還有民進黨金融市長參選人 蔡四映一致排開 高喊凍蒜 展現團結氣勢 加油 蔡四映 凍蒜 蔡四映 凍蒜 蔡四映競選總部 18號正式成立 黨內大咖都來站台 我們在這裡 真的要謝謝大家 這麼多年來的支持 讓我們佑昌 能夠在 基隆市順利的施政 讓我們的基隆 一直在前進 今天我們一起站出來 一起來挺基隆 繼續前進 一起來挺我們的基隆 繼續發展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大家支持蔡四映 支持基隆隊 讓大家繼續往前走 會不會 會不會 是蔡四映 綠營積極推銷蔡四映 總統蔡英文更是呼籲 票要投給蔡四映 11月26號投的 不是政黨之爭 11月26號投的 是我們基隆這座城市的未來 我們要選擇讓基隆繼續進步 還是要讓這裡退回原來停滯不前的年代 我們要選擇繼續讓基隆發展升級 還是要讓家族政治捲土重來 我想 在一場所有人都會同意我 我們 一定要讓基隆繼續的前進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這家的選舉 我非常煩惱 我煩惱什麼 我煩惱蔡四映 渡到 是一個 我們現在全台灣 最有錢的館市長的好選領 競選的經費沒有上限 除了猛攻對手 蔡英文和賴清德 更是不忘宣傳年底的18歲公民權修憲案 這一次的選舉 還有一票要拜託大家 就是我們18歲公民 公民權的修憲覆決 這個門檻很高 需要965萬張以上的同意票 2020年我競選連任拿了817萬張票 這已經史上最高 但是這一次公投所需要的同意票 是965萬張同意票 所以我們一起來努力的 讓更多人投下同意票 讓我們18歲公民權可以過關 好不好 好 這樣讓台灣的民主可以更深化 讓我們公民的參與可以更多 讓我們年輕人早一點參與 我們國家大事的決策 所以11月26號 蔡英文一票18歲公民權一票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未來我們蔡英文做市長 親得跟他一樣全力支持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未來他給人家的進步 歡迎發展的決策 請給他玩一份 這樣好不好 好嗎 好 我跟大家報告 蔡思英 年輕優惠青年才准 過去是我們尊敬的 王特委員的助力 他有民主的DNA 社會議員認真打招 認真打招 賺到我們鄉親的支持 去立法院 去立法院 人家的立委 各位敏感第一名 各位敏感第一名 過去我們入獎市長 推動的種種重大建設 我們蔡思英 都作為台南 激人市和情景的救援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輕定林宥昌 希望林宥昌好的事情可以繼續 我們一定要轉心轉力 支持蔡思英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市長參選人蔡思英競選總部成立 黨內大咖都來站台 現場集滿五千位的支持者 積極拉票 要民眾年底出門投票 立拼修憲覆決可以過關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謝謝總統